大家好,今天是11月21日,星期日 其实我打算出Patreon 但昨天有两宗新闻,特别是这宗 基本上我已经忍着不想说了 算了,又不是很大件事 这是我昨晚录的,我录的时候就晚上6点了 我看到《立场》这些新闻,有时真的忍不住 在鱼龙处做这些事,为什么那些手法是这么拙劣的呢? 你真是铺铺都害死老板,不是说笑 真的,你怎么会这么低水平 坦白说一句,我们之前也说过 有些可能说,你们那些youtuber扮什么 你们又吃猪肉等等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社会是进步的 社会是文明的 我们小时候可以吃狗肉 后来我们不到10岁就不可以吃狗肉了 你现在说吃狗肉、吃猫肉 你看看香港有没有人同意你?没有 现在的问题我们不是说,你问我 第一件事 你鱼龙处不是现在才做事的 野猪有襲击,或者是在那条街四位走 那只野猪都不知道脱了多少猪毛了 基本上是走到烂了,市民是投诉到烂了的 不是现在才发生的 是因为他撞伤的警员,扰伤的警员 你鱼龙处先给警队射了才干东西 现在警队全是兇的 以前警队射了,他不会做事的 现在警队射了便立刻做事 或者中联办射了他,鱼龙处长便立刻干东西 整堆山那么厚 为什么你不做事呢 现在撞伤了警员就做事了 最惨的一件事就是 其实警员开始跟野猪是没事的 是没事的 是那群鱼龙走过来的时候 就用一些电筒去照他 想捉他 他才害怕 然后就咬伤了警员 接着他咬伤了警员就夺路非奔 在山崖里的野猪死了 其实你可以证明一件事 野猪比你更害怕 你说你害怕 你也有几个人 他只有一只猪 所以野猪比你更害怕 野猪当然反批你 对不对 这些我们不要说 问题就是 有些事情你做了是不用大喇叭的 你说给谁知道 现在卖了报纸 前两天 我们就用麻醉枪 打坏了猪 然后马上将它们人道毁灭 你看我们的鱼龙处 做事多爽手 一天杀七只 这些不能出街 你可以做 不能说的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有些事情你可以说不可以做 有些事情你可以做不可以说 你明知道 你看看盈光华这位 外户动物协会的总监 他也是香港野生动物咨询委员会的会员成员 两年前是政府邀请他进去的 其实他们做这件事之前 他已经去信了给这个特首和鱼龙处 你们要求会面 你们不要这样 你们应该用非人道的方式 即是洋人 你香港是 你现在这些手法 比大陆更坏 坦白说他 你不如找个逼击炮 打死了野猪就可以了 都可以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他打伤我的伙计 我们报仇 可以吗 那个问题 你现在是地区的问题 是凌鸡于你个人的问题 他现在真的是外国势力了 你哪里用这么绝绝的手法 坦白说他全世界看着你 我很简单 麻醉枪麻醉了他们 然后他现在是几十只野猪 不是几十万只野猪 是吧 几十只野猪 我找个地方 养住他们 跟着等过两三个星期 那又怎样 就送他上大陆 人道毁灭后屠宰 是吧 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他又不是 他荒死别人不知道 埋行大喇叭 马上说明我们的鱼龙处做了事 我们一天杀七只 我们几威水 你说给谁知道 你现在要夭工吗 早你不早 你拿些花佬出来看看 大家看看新闻 这么久以来 有几多野猪的投诉 很多时候撞到车 吓到小朋友 坦白说一句 最多是伤人 最多是伤人 其实都是无意 我自己都明白的 我扔了你去非洲 你要去捕食 你都凶恶 还有一件事 当时警员和野猪的时候 是没有事 是那些鱼龙处的人来到 他想捉野猪 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找一些强杆照他 他知道你想杀他 那他就反抗咬你 如果你走开都没事 我看新闻而已 是免费的 我看新闻而已 那你想想一件事 你现在这些 你林郑又不敢回复 人家已经说明了 他说 OK 我已经去到两封信了 两封写给御龙处 两封写给林郑 没有人回复 你再不回复 可以 我辞职 不做 你几点肉酸 这些人没用的 这些人 你请那些人做些事都比别人的 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 喂 简单说一句 你说这么饿吃 这些一早就要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不要喂他 喂 你不喂他 他没东西吃 他会死的 对不对 这些是你鱼龙处的功夫来的 坦白说你有没有做到 没有了 你有做到不会是这样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些功夫做给谁看 你现在的功夫做给警队看 对不对 警队现在香港最大的 马上做给人偷看 马上做给人偷看 我们马上做事了 那些市民投诉到烂了 记录在案 大家回看之前东张西望那些 投诉过多少次 喂 整个野猪家族 在街上走都还可以 他拍着你走都还有 有很多网络上这些影片 照片大家可以看 那为什么你不做事 好了 另外一个 昨日 这个就是美股邪佬队上 这个我看到 又是真的拼头 这个场 很多人都帮顺过 很多人都帮顺过 最近的人才知道是无牌 我知道有这个场 我自己没有帮顺过 但是我知道我有些朋友帮顺过 有一次我的朋友叫我去的 就是我的同事 但是我没有空就没有去到 应该是 我当时是在荔枝国上班 他在美股很近 我后来没有去到 因为我约上人 现在就知道这个场是无牌 我相信 如果我没有记错 当时是七八年前 当时是没有 就是不会说 你看到有个牌 就说这个九华径 是无牌消耗的 是没有的 好了 那他昨天做了什么呢 他昨天呢 就说这个场是无牌经营 那他拘捕那个无牌经营的人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因为你无牌经营的话 应该要拘捕你回去协助调查 他原来就拘捕食客 82个食客被票控 和负责人涉嫌诈骗 那全部是599支 大哥 那我觉得比较离一点 我觉得是相当的离谱的一件事 第一件事 你这个牌 是不是先放在牌外面 就是说 那些食客 他去光顾去烧热吃的 他在牌外面 是不是看到有这个牌 因为这个牌 是你现在才拿出来的 其实很简单 他担住牌 就没人知道了 他担住牌 谁知道呢 没人知道的 第二件事就是 我所知 这个牌 起码十年以上 那为什么这个牌 还会存在呢 你拘捕他几次 喂 我是那个 那个负责人 我也走了 对不对 最简单一件事 你收回一块地 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收回一块地 他怎么经营呢 据我所知 只有一两个牌 那你不是去拘捕食客 大哥 这里他肥仔 八十二个食客 全部五九九支 现在多少 五千 现在五千 那你想一想 八十二乘五千 它是多少钱 是吧 你现在不是 拘捕那个 那个无牌经营 无牌经营 那个是活該的 第一件事 你的食客 未必知道 坦白说一句 如果他 那个负责人 他没有理由 让这个牌 在门口里 他移开了牌 找东西盖住他 那食客怎么知道呢 五九九支 限聚令 我不敢说他们真的犯了限聚令 因为他说这是思虑的食肆 那我们又不知道 那些光顺的人 他不知道这是思虑的食肆 谁知道呢 对吧 你看一件事 他现在一围来说 正常都应该是四个人 你看到的 因为他思虑的食肆 是多于四个人 他没有牌 他讹称是思虑的食肆 但是那些食客就买单 那会不会是 就是会不会是 你想捺水多些呢 一个这么久的牌 为什么不能收回地呢 你收回地什么事都没有 那是不是背后 又是有势力的人在呢 就是你只可以告 然后你拉完之后 明天他又再开过 我相当肯定 你下个星期去 一样照开 因为我已经听过很多次 八年前应该不知道 我那些同事去的时候 他们未必知道这个场合武牌 现在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那为什么还有人会去呢 是吧 你收回地面 就是林郑说的 他可以用公权力 收回香港任何一个土地 这个是林郑说的 你收回就没有了 那你究竟是罚食客 还是罚无牌经营的人呢 还是罚那些职员呢 那些职员未必知道是无牌经营的 是只有负责人知道的 这个牌究竟当时挂在哪里呢 因为你现在有人拍照 才拿这个牌出来呢 是吧 我觉得香港的做事手法 我觉得比大陆更坏 比大陆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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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陆有些东西 他都半推半就 半遮半掩 但别人不知道 喂 你杀过七只猪很厉害 这些东西 如龙处老祖 应该要做的 卖行报纸 卖头条 搞定了 我们用那些食物 引了那些猪出来 然后就射麻嘴针 跟着人道毁灭 你说给谁知道 是吧 这些东西不是很光彩的 这些东西不是很光彩的 我捕获了那七只野猪 然后我们先把它安置好 跟着等待才看 如何人道毁灭 那这些人外国是没有声出的 是吧 但这个问题 你现在快点做了 你做给谁看 你当香港市民是傻的 是吧 就是不知道了 香港这些 都是几十万个月的 是吧 这些鱼龙处的处长 都是几十万个月的 不敢说了 现在香港的政治气候就是这样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今天是星期一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中国民心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